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跟大家說說一些感情事 香港先生,陳志健,Otto 跟羅洛林的女兒 我都不懂讀她的名字,是否叫羅爾茲 幫我看看讀音 讀書沒有教 離婚啊 九年半的婚姻 畢竟是十年婚姻 為何這麼衝動 什麼事呢 老人家見到這些,當然不開心 羅洛林,一死九云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的資料搜集 支持我們下方的Patreon 五文介毛廣告 連陳...是不是陳志健? 陳志健 車志健 陳志健啊,都有玩中國香港的 我說我看不起玩這些低能的 說明的 我不是說中國香港是什麼 我說玩這個抖音,做這些很愚蠢 不是,很多人 不說... 他裡面說什麼,不說內容 人造你就做 人造,很多人覺得 真是搞得整件事低低能能的 其實他沒有什麼 以前在TVB經常見到他 做事就做過幾雲 是 看見他都很薄的 很想在這行發展 但我想成就方面就很一般 是 但也不要緊 他原來娶了羅洛林的女兒 都說了很多年 上年十月 還在上海慶祝結婚周年 做什麼 這麼久,老人家一定很無奈 我看到另一篇說 一日愛人,一世親人 陳志健十年婚姻玩完了 愛苦羅洛林 無奈至極 只能夠這樣說 什麼 無奈 還有什麼好說 為什麼要這麼熱淚 又不會說這些 畢竟自己都是過來人 感情事 是啊 大家還要幾十歲 經常都說幾十歲 骨頭脆 搞這些刺激 但始終兩個人無法在一起 都只能夠 就是 有人感覺好像圓盡 羅洛林 他第二任妻子 陳寶儀 是不是陳寶珠的妹妹 很像樣的 你和我上網看看 陳寶儀 和陳寶珠有關 宣佈 和前港男 他的女兒 和陳志健 結束九年半婚姻 兩個人都在社交網上 寫下感受 羅洛林的女兒 就說 疫情關係未能與 身在內地的陳志健 抱頭痛哭 只能隔著電話 無奈相痛道別 為什麼 連離婚都不能面對面處理 為什麼 在上面發生什麼事要離婚呢 會不會說 已經在上面有 之前說過 一段關係結束 只有幾件事 第幾者 第幾者 那些 通常簡單說 不愛 是 找到沒有 什麼 陳寶儀是不是陳寶珠的妹妹 是啊 沒錯 我看到照片很像 好了 我說 很傷感 因為二人恩愛多年 經常都一家出來拍照 又盛盛 為什麼宣佈離婚呢 友子 和陳志健北上發展有關 而她 曾公開表示未來的重心 就會偏向內地 那怎麼辦 老婆在香港沒有問題 關什麼事 關什麼事 不關事 照計 她的妹 陳寶珠的妹妹生的女兒 也有陳寶珠的樣子 當然她妹妹更加是 她的鼻子很像陳寶珠的 其實她樣子都是 但是搞到這樣 何必呢 真是 真是不知道 這個 是羅洛林的 小女來的 是 感情 好 當然 羅洛林有三個女 不過她 和第二任妻子 陳寶儀所生 小女 最得她歡心 拉女拉心肝 父女感情非常要好 在這個 女的那個社交網 經常都放閃 都39歲 原來她 十二年前 和這位前港男陳志健 凹吐結婚 人前人後都表現恩愛 可惜 等不到十周年紀念 二人就要宣佈離婚 唉 你外界 眼鏡都碎了一地 是嗎 九年 是 有些人又說 七年之養 什麼鬼 這些 不關事 這些 不愛了 但是什麼原因 先看看 最終我們也 沒能夠一起走到底 起碼我們曾經 愛過笑過哭過活過 其他都已經不再重要了 謝謝你陪伴了 我十多個年頭 你說你浪費了我的青春 我說我賺了無價的回憶 哇 疫情緣故 大家沒能夠抱頭痛哭 只能隔著電話螢幕 無奈跟相同的道別 我們的離別 是帶著遺憾和悲傷 但也同時充滿著愛和祝福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用太擔心我們 尤其是我們的家人和朋友 亦希望大家能夠給予我們空間去沉澱 去療餘 我會努力過好生活 成為一個更優秀的自己 我知道你也會得共勉之 當中沒有充斥著一些仇恨 人離婚他離婚 你看看雷神 那些是甚麼 差不多開片 這些就是愛 那誰不要誰呢 究竟誰不要誰呢 其實也是那句 看看 我還沒看 現在跟他研究問題 陳志堅 社交網社 我們都想大家好 懷念伴侶依灰時的每一分每一秒 此刻的分手放手 分開放手 則是我們能給對方最好的祝福 一日愛人一世親人 希望你會永遠快樂 前路彼此共滅 共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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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重 唉 那 好了 呂芳否認有第三者 他說 敢言 雖然很平和 即是他那個 很平和的 整件事說出來 那個分手的 即離婚的宣言 是 但因為陳志堅近月都在內地 離婚 都要隔著電話 達成協議 好耐人沉未 為何不下來慢慢聊 其實這件事是真的 誰跟誰離婚很重要 這些不是重要事嗎 當然 究竟是怎樣的 為何要隔著螢幕呢 很多網民都猜 離婚的原因 甚至猜他們有第三者 不用猜 因為這個是離婚第一位的可能性 第一位 比較熱門 羅樂林的小女 是否羅爾茲 羅爾茲 回覆傳媒 表示他沒有第三者 跟陳志堅仍然是朋友 家人 陳寶怡對於女兒離婚 表示完盡 他尊重二人的決定 雖然最愛自己的女兒 但一樣很愛陳志堅 無論他們在哪裏 任何狀況 都會為他們祈禱 他好像是 好像是教徒 羅樂林也曾經跟他 說過他跟他老婆的宗教 好像有些不對勁 其實他們的關係都一半 我之前聽他們這樣說 聽電視那些說 好了 陳志堅北上樂而忘返 別人這樣說你 06年參加香港先生 見力組冠軍而入行 原來他都結過兩次婚 第二次失婚 離婚有條路 真是大鑊 09年陳志堅和圈外女友結婚 但下一旅 11年離婚收場 即是婚姻維持了09 10 11 三年不足 12年再娶 羅樂林的女兒 陳志堅在無線16年 事業 仍然未有起色 大家都有目共睹 近年轉戰大陸發展 上年在內地拍了七部劇集 說有料到 有份演出 與軍初相識 最近熱播 和迪麗熱巴有40秒對手氣 而他融入內地的生活 不回大陸 不回香港了 回大陸就不回來了 這樣嗎 他可能覺得那裡才有他的事業 哦 還要拍了迪麗熱巴之後 更加不回來了 不是 我經常覺得 他自己本身已經有個女兒了 嗯 你 你 你事業未 不關迪麗熱巴的事業 你說得好像和迪麗熱巴搞定了 那樣 他就想 他覺得上面有些東西 嗯 我不回來了 這裡都沒有我的舞台 嗯 你上來 他可能女兒說 他老婆 我不會上去的了 嗯 那不如走過路吧 那種 類似移民 你看到他 我是香港的 他都玩了這些東西了 就好像一些移民那樣 說到 哎呀 一個說走 一個說不走 然後天天就家族屋幣 他沒有家族屋幣 當然 就是 研究一下 嗯 陳志健 長期在內地 和羅爾茲 最少來多 原本經常在社交網上放閃的 那 月見疏離 經常都不在 一年拍七部劇 你想一下 嗯 但是去年羅爾茲也是在上海 是 一齊玩 和他一起慶祝 這樣 最後合照 都是去年十月 他又去上海 啊 就是 和陳志健 慶祝 九周年 而陳志健 在今年三月 還隔空 祝他老婆生日快樂 當時 羅爾茲和他老爸 一起確診 陳志健 竟然說自己遲了祝賀 和問候老婆 可見二人的關係 已經疏離 也未必 可能他很忙 也不頂 當然 一年 劉德華 那時候 飛來飛去 是不是 這樣說 有些人明白 有些人可以 有些人不行 不是啊 很簡單 穿慣了一條褲 突然之間 被你不穿 有點不掛 是 丟掉了 為什麼 沒有了 不是啊 那你結什麼婚呢 你拍拖就算了 是啊 我到了這個時間 你的事業在那裡才有的 喂 你結婚你不是跟那個人走一輩子嗎 究竟誰誰不行啊 聽聽羅樂林怎麼說 大龍先生羅樂林感到很無奈 回覆傳媒表示 雖然他是老爸 但有些事情要當事人才知道 不過做父母 見到這樣當然是不開心 至於幼子陳志健近一年 都在內地工作 導致婚姻出現問題 下落立突然爆一句 究竟是不是這麼簡單 還說有很多因素都不定 但他始終是局外人 都沒辦法幫女兒處理 嘩 他也覺得這件事不簡單 是嗎 當然了 那帶來來去去 分手只有幾方面 我覺得 大家可能都猜到 可能他們自己 大概都心之一二 究竟是什麼事 像你所說的 他也是這樣 幾十年人做了 就是這些 不是A是B 還說難道是C嗎 也不奇怪 Otto 陳志健怎樣說 受訪問 訪問時 未就有否第三者介入 等問題作回應 他不回答你 就是說 我們仍然是朋友 亦是家人 其他沒有什麼回應 希望大家給予我們空間 多謝 對 就是這樣 人家都不想多說 算了 但是離婚只有幾個原因 真的只有幾個原因 錢銀 他一定不是錢銀 一定不是生活所事 對不對 第三者 人們會問這些 人們會很快想想第三者 當然 這件事 通常都是 當然 可能 疫情底下 你的人 留在一個地方太久了 羅羅 有沒有這麼簡單 我告訴你 離婚只有十個原因 第一位 分愛情 第二位 家庭暴力 沒有啦 看不見面怎麼打 就是啦 第三位 生不了兒子 是啊 看不見面怎麼生兒子 第四位 賭博欠債 錢銀瓜葛 關什麼事 不關事 跟著 婆色糾紛 更加沒有啦 跟著 玉兒的問題 兒子要怎樣教怎樣照 教養觀念不同 不關事 這個關事 遠距離相處 遠距離相處 是其中離婚的其中一個 不是只有一個 遠距離相處 可以得到分愛情 是 這些不出奇 其實說真的 用什麼意思啊 男也好女也好 不只是說男的 用什麼意思啊 在心中 有些事情 你一年 一年 你一個成年男人 一成年女人 一年不見你的配偶 你行不行 女人說我沒有 我當你相信你的女人 男人不回覆 很老實 不回應 很老實 你說不要說我結婚 拍拖 你試一下 你兩人拍拖 不見半年 人家問你 究竟現在我們的關係怎樣 好笑 你說到這些 你說半年 是 全香港 最靚仔 曾經有一段時間 男神 這樣算 我想全世界 全香港公認 當時 劉德華 OK 當時 劉德華年輕的時候 劉德華入訓練班 四個月 沒有出電視城 他在電視城 收到一個電話 跟女朋友談電話 女朋友跟他說 我們不如分手 你明白嗎 劉德華也被人飛 不是啊 你這種感覺 沒有安全感 幹嘛 你不要掛牌 對 掛牌 你幹嘛掛牌 都不是 不如各有各生活 是啊 不要 其實很簡單 這樣而已 無謂 因為名字掛牌 影響到大家 對 有些人去到那個位置很理性 對 既然你有你忙 我又我忙 大家都兩個星球的人 對吧 是這樣的 那就算數 幹嘛 沒辦法 為生活可以忍 但你在異地 我沒辦法忍受 正所謂你不吵鬥 你弟弟都臭 對 對吧 那好吧 接著那個原因 性生活不協調 雙方這麼恩愛多年 就不像不協調 不過都隔了這麼久了 跟遠距離相處都有關 金錢觀念差太多 可能賺錢方面都有關係 即是香港我找不到吃 我在大陸我找到我自己 我以後都在那裡發展 你會不會跟我一起 我沒有說過她的女兒做什麼的 可能她在香港有事業 我沒有辦法跟你的 我又有什麼可能這樣呢 那不如離婚吧 沒錯 她說我打後十年都在那裡 難道要你十年守三寡嗎 即是她會跟我說 我浪費了你青春十年 其實老實講 女人十年青春是很寶貴 你不是第一次的 你真的 為何這麼容易結婚 你之前有個女人 又跟你生了女兒 是的 但是 可能她也挺好的 如果不是 她那個前妻 都不會帶著一些 這麼祝福的語氣 可能她本身也不錯 另外還有什麼原因 個性不合 就這些不關個性事 已經是 在遠距離那方面 其實最大兩個原因 其實最後一個原因 不愛 不愛 愛你可以為你犧牲 愛是這樣的 我愛你 三個階段 我愛你 接著愛你 第三個就是你 我是什麼不重要的 你是怎樣最重要的 有些人覺得 去到這個位置 會有人問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愛 沒有為什麼 不要問 這個最簡單的 最後原因 真的無謂要人手生掛 這些 他們兩個OK得是好事 整件事 是傷心的 整件事 是傷心的 但是起碼 這個位置 長痛不如短痛 你解釋 整件事 解決了 比大家拖拖喇喇 他不想欺騙他 你給我時間 你是我 另一半 人生有多少年 是不是 他繼續在上面發展 做得很好 有七部劇 再去再去的時候 我跟著告訴你 我往後三十年 可能都在內地生活 那根本大家都不同時空 是 不同時空式 地點 沒錯 那沒辦法 這些是和平分手 祝他們幸福 是啊 不要想太多 在當中找找找找 都會找到原因 其實沒有第十一個原因 剛才說了十一個 沒有第十一個原因 沒錯 是這些 希望他們自己 可以有一個美好的生活 老人家也不要太多 可能都看法了 他自己都是 唉 只是整個個情 情關 偏偏闖不過 好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